大嫂 大嫂 我们把玉成给你送来了 玉成今天好精神啊 大嫂 周莹呢 她在准备 玉成要用的东西走不开 玉成 快快快 叫奶奶 快叫 叫奶奶 快 叫啊 玉成 过来奶奶这儿 去 来 去 来 从今往后啊 你就是奶奶的亲孙子了 哈哈 小奶奶 来了 过来 这是你娘 跪下 跪下 快跪下 不是跪我 跪官二爷 雨晨 今日你进了冬院 那就是冬院的人 我们冬院的人 都号称三应商人 你知道是哪三应吗 不知道 人意 货意 十一切意 那你知道 我们吴家冬院走到今天 极起极落 仍然屹立不倒 靠的是什么 买货 买货 卖货 做生意 撤 我们吴家冬院发家 只靠两个字 一个是诚 一个是诚 一个是信 诚 指的是货真价实 信 指的是信与卓注 诚 诚 信 我记住了 希望你将来 无论做什么走到哪儿 都能警记这诚信二字 将冬院的招牌 扛得更高 做得更大 从今日起 你也不叫郁城了 就叫怀仙 自念兮 不 我不 我不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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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磕三个小头 信了 这以后就是你的房间了 这儿啊 以前是有家具的 可你娘还是全部 给你换了一趟新的 在这世上 可再也找不着 比你娘更疼你的人了 还有那个 那床被子 也是你娘亲手给你缝的 你娘的针线活呀 那叫一个手笨 缝一行线 能戳自己好几回 可就这样 她也坚持着 给你缝了这么一床被子 你这孩子要干什么 你怎么把被子扔地上 我不干 你别不识好打啊 你给我捡起来 不捡 捡不捡 不捡 你捡不捡 你杀了我我也不捡 我不杀你 我揍你 你给我下来 不下来 你给我下来 不下来 不捡 我不捡 你杀了我我也不捡 我不捡 要是不捡 我不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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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就不捡 不捡 放开我 不捡 放开我 徐希儿 放开我 小奶奶 你看她把新被子扔地上 我让她捡她还不捡 淮仙 你要是不捡 那今天晚上就没盖的了 没盖的我就不盖 随你 少奶奶 她要冻死自己 游她去 我怕她冻出毛病来 冻出毛病来 就知道教训了 我就不明白了 吴家那么几个孩子 有聪明的 有懂事的 有能干的 有天真的 你干嘛偏偏选她呀 你有没有觉得 淮仙像一个人 谁呀 当年就在这个院子里 有个人和淮仙一样 不想待在这儿 一心想出去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 她那股别扭劲 跟刚进冬院的你 真是像极了 不只像我 还像四叔 也不止